秀林里中心轮的一条农路 是许多农民进出耕作 以及民众运动践行的路线 但在路面重新铺设后 与一旁水沟产生相当大的高地落差 导致多次车辆不慎滑落水沟的情况 为改善此问题 地方民众也来向县远友好提出陈情 先运友好接候陈情后 日前也邀及县府相关单位人员前农会刊 改善此农路与水沟高低落差问题 有议员也指出 此农路通勤民众相当频繁 为保障通勤安全 在明年初也会紧速来改善 让民众能够安全通行 那其实这条农路不仅平常大家 在许多农物的时候 都一定会行经这条道路 那其实平常的话 也有许多的登山客 那或是许多的民众 常常都会走这边 那所以说常常在这边会车的时候 还就会有发生不小心车子的轮胎 还卡在水沟这边 甚至有骑机车的民众 还掉到水沟因此骨折 所以说希望说今天请县府来这边 还一起会看 还希望在明年年初的时候 还能够坐这边去做一个水沟的改善 还让大家在这个路面上 可以比较平整 还也避免未来来讲 大家常常会在这些行经的时候 发生意外的状况 议长何胜峰肯定有议员的用心 也期许在会看过后 此浓入与水沟高低落差问题 能够紧速来改善 以确保民众行进此处的安全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 希望能够行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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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